姐 老姐 开门了 怎么了 老弟你怎么过来了 最近我追一个女朋友 想买一辆宝马 你才买房子没有多久 你现在又要买宝马 你有没有工作 每次都接朋友的车 就接她 不好意思啊 现在给点钱我买一辆宝马 哎呀我哪里有那么多 你拿出来嘛 买多少钱两宝马 买个二手的三十多万 哎呀你又老命啊 哎呀姐夫不是我还有钱吗 哎呀姐夫 小小小又过来啊 对啊 又打算接钱啊 没有 没有没有 我想了解了嘛 我过来跟她聊一下 哎老公没事的 不会的 我想起来 看吧 她一来就说这话 三十万呢 你买的房子才刚刚付了一百多万 你说我去哪 你拿那么多钱 那 总得有一辆车吧 不然 都没面积啊 那行吧 等我 等我消息 看你姐夫不在家 我再拿过去给你 那行 啊行 那你先回去 好 行 先先讲啊 找女朋友了 嘿嘿嘿 啊也算好了 老公 那老婆我就上班了啊 啊慢点啊 好孩子照顾好啊 行 放心了 那我先过去 啊 行一下 哎呀 感觉给我弟送去 我这个 我我弟弟就请到老婆了 老婆 老弟 妈 妈 哎姐 来了 老妈不在家吗 老妈不在家 来 不一定 但是好好跟那个女孩子相处吧 知道了姐 哎呀 我拿这个出来啊 我都害怕你姐夫会对我有意见 哎姐 我拿点东西给你消息姐夫 行 但是这一次我最后帮你一次了不 啊 最后帮你一次了 好 我再帮你 行行行 真的是你姐夫他这样帮他 就是他要了我的狗命啊 一条烟一瓶酒 那就孝敬他 行 那我回去 关门 我走了 我妈不在家 我回去了 好 慢点 啊 行 又得被买钱了 今天是个好 哎 老公 太早到我回来啊 哎呀 今天老弟啊 开心 买了一瓶酒孝敬你的 还有一条烟 你看啊 还孝敬我 给我撒到粉钱让我喝吧 哎呀 你怎么讲的这么不吉利的话啊 你能不能 说点好听的吗 买给你还有错啊 保险贵的二十几万啊 哦 我都差点忘记告诉你了 我老弟啊 现在啊 找了一个女朋友 哎呀 他去买了一辆宝马 拿我的钱去买宝马 行了 不用说那么多了 哎哎老公 哎 哎你干嘛 明天 民政局见 我要跟你离婚 离什么婚啊 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 我不管你来不来 这个婚子离定了 哎 老公 哎哎 老公啊 哎哎哎 老公 哎呀 怎么办啊 哎呀 我去找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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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回来了 小包 哎 什么情况啊 要跟我离婚啊 怎么回事啊 好好的 干嘛要离婚啊 哎 怎么了 还不是老弟啊 到底什么说话啊 哎呀 但是 他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非要买车 现在好了 我拿了二十多万一单 小现在要跟我离婚 姐夫要跟我离婚啊 你什么情况 你姐夫是你的元郎吗 哎呀 哎呀 你姐夫那么好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啊 你说现在怎么办嘛 妈 钱花了没有 还没花呢 快点去拿来 跟你姐去 跟你姐夫应该做 快点 好 哎呀 哎呀 老妈 你也是 一问就可以 一问就可以 我哪里知道啊 他这次是动真格的 嗯 姐是想我还没花 要不 跟姐夫道个线 让人家 动个线 够了没有 你玩的 没动过啊 哎呀 哎呀 姐夫呢 他他都擦了 咱们 在家吗 赶出来了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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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看啊 我们确实是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 哎呀 我真知道错了 一句知道做了有用吗 你刚才把你打地都灌成什么样了 啊 他现在只知道啊 一来伸手 犯来张狗啊 没钱了就找你要 那我住一个弟弟我不宠他宠谁 你这不是爱的你这是害的你知道吗 我们当的还傻吗 大学的学费生活费 还有这个买的房子 买房子我干了老妈也有的住 这个也是正当事我就不说了 我知道老公你最好的 你看看现在 还有拿二十几万过去给他买这个什么跑马车是吗 哎呀 姐夫啊 我姐是为了我 我不是刚看一个女朋友吗 她也是为了我好才给我拿钱 你咱个女朋友抛个妞就要买跑马 你自己都没有能力去挣这个钱啊 我这么家大业大的 我也就买个破车来代步工具而已 你打中脸中帮子干什么呢 哎呀 我姐还不是为了我 你不要跟他离婚吗 老公啊 我就一个弟弟 我就是 就是 疼啊 我也怕他找不到女朋友啊 你疼他你想过没有 二十几万还不够买那个车呢 后面的月供呢 油贵呢 保养贵呢 保险贵呢 这些谁给啊 但又没有工作他给得出来呢 还不是要找你用 这是个无敌洞啊 你给得起吗 哎呀女士啊 你消消气 你千万不要跟小宝离婚啊 他昨天拿这些检维机 我们还没有挖过 全部拿来给你啦 你消消气啊 老妈 结婚不要离婚啊 我不是说在乎这二十几万 但如果是拿去干正事的 再多点钱我都愿意 制止了啊 老公 懂吗 下次我经过你的同意 我再给他 是你这样 一而再再和三的 一直当啊 平时一两万就算了 我也就不多说了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但是你这次太过分了 但是你这次太过分了 老公 我改不行 还有啊 你也是一个 刚刚毕业出来的人了 成年人了 整天就在家里面 抱着拦住 胡说是不是 你不会找份工作吗 我也不要去拿找啊 我没找过 你看看 都被你姐冠成一个米虫一样 老公啊 她还小啊 还小 还小 你看啊 就是你这样怎么不来了 二十几岁的人就知道 一来身手 半来张口 你这样下去啊 都已经废了 姐害死大也会害你啊 哎呦 那不是有姐夫有钱吗 我有钱 你看啊 我举了个老婆啊 还要再举个小丘子啊 你让我怎么搞 我都不用两家五口吗 什么 老公啊 你别生气了 我下次不敢嘛 下次我 没有下次了 好了 姐夫 她讲话 你千万不要跟她离婚啊 姐也是为了我啊 你不要跟她离婚了 她要不是为了我 千万不能离啊 你们也不会吵成这样 那你都不改 你改你的这种做毛病 我改我改 你改 你就要自己出去找份工作 养活自己 别的要求 我也不敢指望你啊 可以吗 好可以 老公 还有 以后有什么困难 自己解决 不要老是找到你姐 我们可以帮你骑 但是不能帮你冲 老公 放心 我又 我发誓 我不帮她了 那我也希望你 这是最后一致 行 你看到孩子的面上 不要跟我离婚啊 要不是为了孩子 千万得理啊 我也不会发这么大的火 知道了 知道了 好吧 能找得到工作吗 我去找一下 好 要多想努力一点 多想想一点 有点独立的思维能力 要不在你姐夫的公司那里 少着手 也行 明天就我厂里面 先中期整干几 一步一步的 不懂的 我让他们都带带你 那行 好啊 好 不能这么颓废了 你叫姐姐去拿回去 哎哟 老妈我知道错了 那就让她姐先帮保管吧 以后如果真的 找到女朋友了 娶老婆啊 有什么困难的 再帮她解决问题吧 你看多好的姐夫啊 哎哟 但是我跟你说啊 这不是贯着你 是解决你 当务之旗的事情 是非常着急的 我才能帮忙 如果是日常生活开始的 谁也帮不了你 知道了 好吧 那既然都来了 那个老妈先进屋啊 我等一下 呃做个饭给你们吃 好吧 好吧 来 那东西拿进来吧 孩子做饭就这样的哦 嗯 嗯